我们这个百合花的花头呢 已经用这个胭脂呢 分染了多次 那现在已经出了一定的效果了 是一种粉色的花 然后呢 我们再用这个淡淡的胭脂 非常淡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颜色就是跟一个 就是水一样 很很淡的一个颜色 然后去那个 分染这个 没有开放的这个百合花孤的 然后我们这次分染 面积要大一些 是这样的分染式 不是那个根据 不是分染它的细节 而是从整体一个大的分染 也就是说把这个 它这个整体这个外轮廓形啊 照一遍 然后照到这儿 染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用水笔 把这个边缘给染开 这样呢 让它这个花孤的啊 但这个整体的形呢 更加的完整 就形成一个剪影的效果 然后这个 这两朵开放的花呢 从这个底部也是 是一样的 先整体分染一下 然后再续染 这样呢 它就更加的完整 更加的整体 就不论我们在画局部 还是在画整体的时候呢 脑子里一定要时刻有一个 大的效果 整体的效果 对 你看 这样的话 就是 这个画的根部 这样的这个形呢 更加的完整 效果 效果也更加的 突出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跟这个效果 再进一步的 浮染这个花心 再继绝 有一个